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打去年割工厂因战乱难迁 大虎流失 水越发难收 均想上已经出现了不小亏空 确实麻烦 还望司令出手相助 给你资金支持只不过是解了尽客 我有法子 还望秦司令辞教 别急 等你和萌萌完婚 喝茶 喝茶 伤好了吗 没事了 那去给我倒杯茶 秦萌萌在这儿 我可不想再挨一顿毒打 东风 云一太 过来帮我衬一下裙子 裙子太长了 你去找我吧 东风 你看我今天好看吗 秦萌姐 你没事吧 是我手划了 你个贴人 我打死你 好了 大好的日子 别跟她置气了 这件衣服虽然好看 但也并不方便 别再摔坏了 你说得对 东方 那我去换一件 你懂啊 我扶你 松开你的脏手 可以啊 这就开始报复了 怎么 就摔了一下 心疼了 那当然 她 是我的未婚妻 你跟她结婚 是因为喜欢 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除了喜欢 还有什么别的可能 贪图秦家势力 这也算 你也说过 聪明的人 知道怎么学 我 你也没办法 过了 你还没办法 你不别人 你还没办法 你还没有办法 你还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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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军 不好了 怎么了 今天办公室收到了一封电报 说季小姐被绑架了 如果想要救人 要你一个人速去东南的废弃仓库 都军 先别冲动 我先带人去排查一番 不行 我必须自己去 不能拿他的生命冒险 可是 没有可是 这钥匙给我 纪连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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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冲我来 放了他 砧板上的肉 还在这儿装枪作势 把枪放下 不然的话 就打死你的小宝贝 势都冲 华东凤 你别管我 薛东风 要是没有你的话 我就是他唯一的儿子 亲儿子 你知不知道 因为你我在薛家 受了多少白眼 没有人喜欢你 是因为你从小品性不端 当年我母亲 身怀有孕 是你向他推下楼梯 害他大出息而死 薛家留你一条性命 也算仁慈 可你还是生出来了 并且夺走了我的一切 东风 走 薛家 别管我 杀了他们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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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胆子不小啊 我知道你多带了一把枪 所以才敢冒险的 你怎么知道 你手里后来拿的那把枪 不是你薛家专用配枪 你还挺聪明啊 我真的小瞧你了 你为什么要来救我 你为什么要来救我 你还是在意我的 对吗 学者还跟我说秦司令才是幕后凶手的时候 那一刻我一下子都明白了 你跟秦某某结婚 就是为了要找秦家犯罪的证据 这倒是你一厢情愿的假象 那你如果真的喜欢秦某某 为什么一得知我有危险 就奋不顾身一个人来救我 我承认 我还在意你 但比起你 我更在意权势 所以我可以选一个 我不喜欢的人结婚 甚至可以和他们狼狈为敬 东方 这阵子我看着你和秦某某在一起 我心里面难受得像要死了一样 但是你来救我的时候 我一下子就活过来了 我们以后一起面对吧 我不准你以后再打着为我好的旗号 一个人把所有的危险都扛下来了 东方 东方 不准你 吃点东西吧 怎么样 好吃吗 嗯 我以前刚回国的时候 一个家人都没有 身上也没有一分钱 我饿了好几天的肚子 后来是这个包子摊的老板 看我实在可怜 才给了我一袋包子 我那个时候觉得 这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了 对不起啊 害你想起这些 都过去了 你应该早点跟我说的 我那个时候虽然不知道你是薛家的人 可我知道你出生在一个体面的人家 你有你的理想 你的抱负 不应该被我卷进我的家室 你应该有更好的前途 你知道吗 知道吗 从和你分开之后 我的人生 就再也没有过好了 我也从来没有忘记过你 即便现在一切 都还未尘埃落定 我们还是可以回到过去的 不是吗 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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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onse Чтобы не聽 我 1000 более 要 有 我 今天 自己遗憾就不会眼光影落地 而你就像风起 我已爱着你 不管你不要再远离 洪水把剪离 往后归无弃 没想起 而你像一片雨 若起也若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